春节是和家团聚的日子 不过由于疫情防控的原因 很多人选择了就地过年 在成都市龙泉疫区的一处建筑工地上 工友们吃火锅举行运动会 大家在一起热闹的迎接新年 这两天在成都市龙泉疫区的一个建设工地上 现场仍然是一片忙碌 抹掘机装载机穿梭期间 工人们忙着平整场地 59岁的混凝土工龙师傅家在重庆 他也放弃了与家人的团聚 在工地上坚守岗位 你工作需要住在这里过年 市场过年 跟家里面说了 你住安心在这里过年吧 为了让工友们在工地上过好年 一场体能大比拼 工地运动会在工作之余热闹展开 骑步走拔河比赛 让忙碌的工地多了一份节日的欢乐和喜庆 开完了运动会 工人们还领到了春节年货大礼包 吹石班特意为工友们准备了火锅 准备了有牛肉羊肉毛肚黄猴的食材 就是想让工友们在工地上感受到家的味道 过一个红红火火热闹的新年 虽然不能回家过年 但是能为重点工程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建设者们觉得这个年过得很有意义 2022新春快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